大家现在看到这条路的话就是金陵城市大道啊 收费带也拆了以后金陵镇的话很有可能要融入这个南宁四市区了 那今天发现的这个风水宝地啊就是在金陵城市大道的旁边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江面了应该是整条雍江的话 这个最开阔的这个水面了不包括这个横线的西津啊 因为那边已经属于浴江了不是属于雍江的了 然后江边的话有一个小的村落他们非常幸福 因为一开门一开窗的话就是非常开阔的一个江面 生活在风景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这边真的是风水宝地哦 很光的一个大湾哦 这里这个南宁四又近了 你这个十步收费站还有几公里啊 你又开发了这边真的风景真的绝美 再上去一点上游的话就是三江口了 两张会合 两张一张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水质非常的新色啊 新色见底旁边还显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底下的非常的轻啊 啊这边离市区的话也是挺近的 啊离市区的话只有十公里以内 但是的话这边是向游啊也是新的水源地不懂以后会会开发到这边了现在南宁重点是向东发展这边是西边啊 如果这边以后真的要开发的话在这边啊开发这个房地上真的非常绝美啊真的不输啊目前在市区里面任何一个湖景还有江景啊真的这边的水面啊非常宽阔 市区里面都没有这么宽阔啊 呃往这个府庙啊 旁旁那边也没那么宽阔啊 主要是这边建了一个水库啊 这个老口水库啊 这个下面非常宽阔啊 还一直到这个山江口都 那个水面都好宽阔啊 特别是这边这边应该是最开阔了 啊目前的话这个片区也是水源地了啊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啊来到这边观光啊 做游艇啊或者是钓鱼啊 千万不要丢垃圾到江里面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水 很有可能就从那边过来的 我现在整条雍江的话 这个水质啊真的比以前要好很多 青涩很多了 反正不管以后要发展成这个里游区或者是寄住区也好了 反正这边的风水依然就是那么的优越啊 那本期视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拜拜